女排冠军赛,数据力好!江苏有望击败山东队! 北京时间6月9日,2018全国女子排球冠军联赛将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,其中山东女排和江苏女排的三四名只战将在下午2点左右打响。 昨天半决赛的争夺中,山东女排1-3不敌浙江女排,江苏女排在和上海女排的交锋中苦战五局败下阵来。 本场比赛,博彩公司对江苏女排给予了更大的支持,其一赔1.66的获胜赔率低于山东队的一赔2.10。 盘口上,开出江苏队让1.5局的盘口也是给了其足够的面子。 具体比分上,江苏队3-1取胜赔率最低为1赔4.50,3-0和3-2获胜赔率均为1赔4.75。 山东队获胜方面,3-2取胜赔率最低,仅为1赔500,3-1取胜为1赔5.50,3-0为1赔6.50。 综合来看,江苏整体实力更强,获胜概率更大,推荐3-1获得比赛胜利,你觉得呢?